他是我師父就是我師父 我今天多說無意 我何必要談 這樣不要嚇到 有一點有一點 因為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 不知道如何自處 所以就也很麻煩大家這樣 然後也那天也很不好意思 影響到品牌也影響到公安公司 我覺得比較委屈的可能是 品牌跟公安公司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會遇到這些事情 所以也不會覺得任何的委屈 我覺得比較心疼是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我其實也很怕大家拿的機器 這樣子推擠會受傷 我自己沒事情 所以也是用大家的都很平安這樣 你誠意就是撈跑 然後你交個切割 那你的代碼是要不要還回去 其實像我覺得 可能最初最初提出這個問題 我就已經覺得 您為什麼 這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它是我師父就是我師父 我今天多說無意 我何必要談 所以我覺得到往後這些問題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已經不知道這是什麼樣子的問題了 最近有自己聯絡嗎 最近沒有 都沒有 因為你說 瓜瓜要不要反比較多 你有打算反還是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啊 對 所以我就沒有必要 再繼續往下延伸 因為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到時候到後來 問題都已經有點跑掉 已經根本不是為了 為了保護小朋友 為了保護受害者討論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來 這個就是要 惹事情嘛 對啊 那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直接跳過 有報導說 陳明珠是被 常常要求 來出來表開切 這樣 你也有被這樣要求嗎 沒有 沒有人這樣子要求我 因為 明珠的身份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有 白紙黑字的合約 因為我們沒有那樣子的 合約在神嘛 所以我說 這也不是什麼 大家一直要逼問我 切不切割的問題 因為他 他就是在那 那你還敢飛那個 艾瑪斯穿的 對 沒有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艾瑪斯的問題 你就先跳過吧 是 對 對 我覺得 因為像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也看到 因為我也不是我個人 出來開切這份 那上次也是 因為畢竟我也是一個人頭路 對 我覺得也要是尊重人家 品牌方的說法 如果 我就在原地停下來 那 反而是我不尊重人家 對 其實我隨時隨地 都可以面對大家 都可以跟大家聊天的 只是我覺得 是 在什麼樣的情況 講什麼樣的話 會最適合 嗯 那 如果像之前 那樣子的事件的話 其實我在社群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因為 我覺得我 不多去談 不是因為我畢而不談 而是我覺得 我談與不談 我說與不說 都對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的幫助 也沒有任何的注意 也改變不了 已知的事實 那我覺得我多說 只是添亂 造成更多 沒有必要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就 讓該面對的去面對 然後該解決的去解決 然後 沒有畢業不談 然後也沒有覺得 委屈 或者是怎麼樣的 就是 一切就是正常的去面對他 這樣 他會心態在小燕姐嗎 當然 對 所以我想也是 我自己也希望可以 給小燕姐多一點空間 那我希望她身體健康 心理平安 前一隻是否有出國放鬆性情 欸 喔對 對對對 是慶生對不對 剛好是度假村的邀請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剛好也是在生日的前後 這樣子 所以就剛好促成了一個 好像是去慶生之旅這樣 有什麼驗譽之類的 沒有 好像沒有 沒有 因為我不是外國人的菜啊 通常在哪個國際 會說到驗譽這樣子 嗯 日本 對 應該是 我喜歡一個日文的 你們看話一下 欸 都 大家 大好 大家一同 愛心到喜愛兒公益基金位喔 現在是單身 嗯 是啊 是 確實 嗯 句點 我覺得就是感情對我來說 就是都是兩人的事情 對 然後怎麼會有婚約是 周刊來告訴我呢 我自己也是嚇一跳 對我覺得 就是感情這種事情嘛 呃 我們自己自己知道就好啦 因為我覺得也不是大家 需要真正了解的事情嘛 因為我覺得也不是大家 需要真正了解的事情嘛 直接來看 我們會不會